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大功率的格力空调外级版 我们看它有四个大电容 是不是大功率的呢 这端是220幅输入 一个是红线 一个是蓝线 这端是接地线 这个黑色线是信号线 这端是接内级的 这边就是外级了 信号线进来 这端这两个光偶 以及这些元件是通讯电路 这个光偶是过灵检测的光偶 首先220幅是通过中线和蓝线进来的 这端有一个保险 这端也有一个保险 这个小的保险是给这些积电器供电的 这些积电器包括外风机 私通阀等 这个大的保险就是给主机供电的 这端这两个电阻是压米电阻 这个是防磊管 有一个压米电阻和防磊管串联 进行防磊 有一个压米电阻是并联在电路中 万一输入电压过高的时候 它会击穿 使我们这个保险烧断 保护电路 这是一个插膜抗干扰电容 这是两个共模抗干扰电容 中间接到我们这个绿色的地线上 两端接在灵线和火线上 这是共模抗干扰电感 这又是一个共模抗干扰电容 Y电容 这个又是一个共模抗干扰电感 这是插膜抗干扰电容 这个是PTC的热米电阻 当启动的时候是使用这个热米电阻的 当正常工作以后 通过继电器闭合给后级供电 把20伏交流电通过铜波片 加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 正级输出正电压 负级输出负电压 正电压一路加到PFC公里管的漏级 另一路加到PFC整流管的正级 PFC公里管的原级 是通过电流取样电阻 接整流桥的负级 它的扇级是通过单片机进行驱动的 这个PFC整流管的负级 是接在我们这个PFC滤波电容上的 PFC滤波电容这儿 有一个亚敏电阻和一个电容串联 与这个电阻一样 并连在PFC滤波电容两端 这个电阻的耐压值是385V 当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超过385V时 电阻机穿 也就是说当某种原因 使PFC电容两端电压超过 385V时电阻机穿保险烧断保护整机电路 这两根线接的就是PFC电感 是串在整流桥的正级和PFC公里管的漏级之间 这边是UVW三项输出给压缩机提供驱动电压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功率模块 IPM模块 这个三个是自举生压电容 旁边还有自举生压二级管 这个位置就是低压电源部分 这是开关备压器 它采用的电源管理芯片是TNY278 这个位置是光偶 这个是TL431 通过二级管整流 这段输出一个15V 给IPM模块供电 这个位置有一个7805 是给后边的MCU供一个5V 实际上MCU后边还有一个3.3V的纹压块 这还有一个ROM是程序储存器 给MCU提供程序的 这三个继电器有两个是外风机的 一个是电磁阀的 这两个电容是用来防火花的 刚才我们说过了 这个光偶是过灵检测的光偶 一端是通过线流电阻 接在220V交流输入端上 输出端是接MCU 这边还有两个光偶与前面的电路 构成一个通讯电路 现在这块板的故障是E6 E6的故障就是通讯故障 但是它现在是MCU坏了 为什么呢 因为MCU坏了以后 也是通讯故障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板的背面 板的背面这是PFC电流检测 也就是整机电流检测 这三个是IPM模块电流检测 这边还有几个芯片 分别是检测 PFC的电压和电流 还有IPM模块的电压和电流的 以及它的位置信息 这个芯片就是3.3V稳压芯片 它是L76633 它是输入5V输出3.3V 给MCU供电 也就是这个CPU 现在CPU坏了 我给它卸下来了 这边还有芯片 应该是2003 它的作用是驱动机电器的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再见